今天這段影片不是什麼挑戰片 純粹去分享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最主要是關於智慧師 那我就先戴上頭位 我不是什麼牙醫 做過什麼相關的行業 純粹我以前在摩牙醫讀過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些自己的經驗 如果看這段影片的你 正正在煩惱 應不應該摩姐的智慧師 希望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就可以解答一些疑問 我也不講那麼多廢話 我現在直接開始講 我以前就生過四隻的智慧師 上面兩隻 下面兩隻 上面兩隻是順著生出來的 下面兩隻是橫著生出來的 我先講一下上面兩隻 上面兩隻很完美地順著生出來的 但是我自己都決定要摩牙醫 為什麼要決定摩牙醫 因為牠是比較入 我覺得是很難拆牙 所以我就去看牙醫 但是最主要不是摩那個過程 不是怎樣摩 而是這隻牙應該不應該摩 如果你的牙齒順著生出來的話 是有機會有些牙醫是不肯跟你摩的 因為做完X光之後 又或者就這樣看牙醫覺得 沒有問題 很正常 生得很漂亮 但好像我這種情況 我覺得 生得很危險 真的很難拆牙 如果不肯幫我摩的話 問題就不是隻牙不用摩 而是牙醫純粹不肯跟你摩 如果牙醫不肯跟你摩 其實你可以去找其他牙醫跟你摩 不用說煩惱 因為牙醫跟你說不用摩 那你就決定不去摩 因為如果你是真的想摩的話 例如可能真的有些東西在煩你 例如說你閉上嘴的時候 眼睛是捲著捲著 又或者好像我一樣 覺得那隻牙 生得很入很難拆 諸如此類 如果你覺得真的很想摩一隻牙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摩一隻牙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則新聞 之前外國有一位女士 她覺得 但是假牙很漂亮 就把自己所有的牙 全部摩出來 然後雙一個假牙上去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摩牙的話 其實牙醫是可以跟你摩牙的 如果牙醫不肯跟你摩 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她沒有這個技術 去跟你摩那隻牙出來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純粹她不想跟你摩 那我就想提一提 如果真的牙牙順著生出來的話 你可以試試選擇摩或者不摩 如果不摩的話 牙牙有它在 如果影響到你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不用摩 那我提一提我上面摩了多少錢 我上面順著摩出來 一隻就900元 就是我摩有兩隻就 1800元 這個價錢 我覺得就正常價錢 正常價錢 現在我講講下面那兩隻 打橫生的牙齒 那打橫生出來的牙齒 會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打橫生出來的話 其實你拆牙的時候 拆到那個位置 有機會會流血 或者很痛 又或者其實你不是拆牙 你平時可能已經很痛 因為那些牙肉 又可能不知道怎樣 可能發炎 又可能頂著你前面的牙齒 頂到很死痛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這個可能性 其實已經影響到你 我覺得要摩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有機會有一個自衛匙 是會令到你前面的牙齒鑄牙的 因為前面的牙齒是大牙齒 那隻自衛匙和大牙齒之間是有條縫 那如果你那個位置 拆得不乾淨的話 是有機會有些食物殘渣 是藏在裡面 又拆不乾淨 有機會住牙齒 所以我有強烈建議是 摩住牙齒的 不過最主要你也要看牙齒先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時機到 打橫生的那隻牙齒 是需要摩的話 那你就去看牙齒 那你去看牙齒 那你去看牙齒 就需要照這個X光 照完X光之後 牙齒又跟你說 你那隻牙齒有什麼情況 那這個時候 那就多數是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 牙齒又跟你說 牙齒那裡可以幫你摩 那就沒問題 那聽完那些價錢 那他的過程是怎樣 那你就自己決定摩不摩 那第二種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跟你說 他們那個技術 是不足以跟你摩到這隻牙齒的話 是推介你去找專科的 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問題就是價錢那方面 因為專科摩牙齒真的很貴 那我就推介我去找一間專科 而那間專科 它的最低消費 是一隻牙齒五千元 是說最低是五千元 如果再貴一點 是說七千元八千元 但我現在說是兩隻打橫生的牙齒 你想一下有多貴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去找其他的牙齒 當然其他的專科可能會便宜一點 但是我覺得 所有專科的價錢 我都覺得是有點貴的 所以我最終就是找到一間 普通的牙齒產所 而它是有這個技術 是幫到我開刀去摩那隻牙齒出來 而價錢是多少呢 一隻就只是二千五元而已 就是它幫我摩兩隻牙齒 是等於別人的最低消費 我覺得以這個香港的價錢來說 二千五元打橫開刀摩一隻牙齒出來 其實已經是很划算的了 順帶一提它還送了幾支瘦口水給我 如果你的牙齒是打橫生的話 而你最主要煩惱的人的問題 就是價錢方面 其實你可以嘗試不去找專科的 因為專科的價錢是比較貴的 你可以上網去嘗試去找一些資料 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你可以對比一下各個牙齒的不同的資料 當然其中一樣你可以對比 哪個牙齒的手勢比較好 哪些是沒有那麼好 相對地 還有你自己可以打電話去問一問 不過我覺得全港最便宜的其中一家牙齒 就是公聯會 千萬不要去公聯會 因為公聯會 他們的 裡面一些設備 我覺得相對其他牙齒診所就沒有那麼好 例如舉個例子 你照X光的時候 要將一塊牙齒塞到你的口 公聯會那塊牙齒真的都很痛 所以相對地 其實設備一進去 你一看你就會知道 還有我覺得 公聯會的衛生環境又沒有那麼好 我自己覺得 這個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建議不要去公聯會 最好寧願多貴一點點去找那些私人診所 雖然公聯會真的便宜 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說了出來 我最後大概總結一下 如果這個牙齒是很漂亮 順著生出來的 但因為有一些原因 令到你很想摸的話 你去看牙齒 牙齒跟你說 那隻牙齒很正常 不用摸的 而牠不肯跟你摸的話 你可以選擇找其他的牙齒跟你摸 而不用執著於牙齒那裡 你可以嘗試再找另一些牙齒 幫你看 香港很多牙齒的 第二件事 如果你是摸一隻牙齒的時候 你覺得真的很貴 你自己是給不起這個價錢的話 你又不敢去摸的話 你可以嘗試去找其他牙齒 因為間間的牙齒的價錢 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是很便宜的 例如說 一間跟你說是3000元 一間跟你說是8000元 是真的有這個可能性的 所以你要是自己去對比 自己去比較 我大概今天就說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解答了一些問題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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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